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羅斯成功完成了可攜帶核武器高超音速滑行器的最後試驗 星期三觀看了試驗的普京說,這種武器不可能被攔截 將在禁後幾十年內保障俄羅斯的安全,並稱之為俄羅斯得到的最佳新年禮物 這種代號為先鋒的新型武器隨火箭發射後從火箭脫離,以超音速速度向地面滑行 俄羅斯星期三從南部烏拉爾山區的杜巴羅夫斯基導彈基地發射了先鋒滑行器 普京說,這枚武器擊中了6000公里以外的目標 普京總統在試驗完成後說,潛載敵人現在以及將來可能有的任何導彈防禦系統都不可能攔截先鋒 他還說,這種武器明年將會在俄羅斯火箭軍服役 五角大樓也在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但美國官員警告說,美國落後於俄羅斯 俄羅斯試驗新型武器之際,正值美國與俄羅斯關係緊張 美國指稱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烏克蘭衝突,以及在利亞戰爭